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西南北中五个厂 其中铸造了长庆版的有东西南北四个厂 而四个厂所住前币特征各不相同 下面就为大家一一分析 大家可以参照图片去理解 一 东厂 东厂铸造嘉庆通宝 长庆版特点为 双点脚头通 连条背包 满红不出头 就是 汉红通字为双点脚头通 背面满红保字不出头 这是他东厂的特点 二 西厂 西厂铸造嘉庆通宝 长庆版特点为 通字为单点脚头通 宝字为八倍宝 就是宝足下面被子的脸足为八字 满红保字不出头 三 南厂 南厂铸造嘉庆通宝 长庆版特点为 通字为双点翻头通 宝字为八倍宝 背面满红保不出头 四 北厂 北厂铸造的嘉庆通宝 长庆版特点为 通字为双点脚头通 宝字为八倍宝 满红保字出头 东西南北四个厂 铸造的长庆 以西厂背心最为长庆 其次是东厂要稍微的少庆 然后北厂又要比东厂少见一点 但总体来说 东西北三个厂的从事链 差距不会太大 而南厂翻头通 这一半是长庆里面 最少见的一个名誉品 地位相当于 严正里面的宝南局 从事是非常少的 铸造工艺先对于同类前来说 也要更精准一些 四个厂桌所对应的背无心的版别 最为稀少 一般咱们常见的都是背心的 背面没有心的比较少见 西厂长庆的通字 走直攀 有取笔取直通和直直托直风 大家对比图片 就可以看清楚了 直直托先对要少见一些 长庆里面还有一些 更为稀少的版别 比如背阴心的 背上下双心的 正面有心的 背面心盘有心的 背偏心的等等 这些是比较更为稀少的 除此之外 保全局铸造的长庆钱 还有宽编和窄编之风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